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的财报周被市场放大检视 英特尔第二季营收是年减 还有财源的大利空 美股昨天大幅走低 费半是重跌超过了七八 也让台北股市今天又遇到了压力测试 非常的沉重 亚洲股市也都全速的往下来修正 台币间盘中还重贬超过一脚 资金大乱逃 让大型全脂股饱受了非常大的回跌压力 包含了台积电 联发科 还有鸿海等等 看到全脂股一片倒流下了大黑棒 这波低点21833本来盘中一度跌破又熟住 可是没有想到尾盘跌幅又加深了 好 为什么要这样子大跌呢 就是要让你信心全无吗 今天台北股市铁了心赶走融资 破四万口的空单 会不会在今天都跌一千点了 该回补了吧 如果今天真的空单回补了 下周一怎么做观察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肖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伟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好安安 为什么台北股市跌呢 美股也跌就是因为科技股的货 英特尔跟亚马逊拖累了废半的表现 财报周怎么科技股这么正呢 现在指稳讯号要不要重新抓一抓呢 要修正了 因为台股的F4一起受难 之前没买到的人 如果说你正常买F4不敢买 现在修正本益比能够进场减了吗 请问老肖老师的观察 真的有够慌啊 台北股市又破了前低 今天铁了心要把融资赶跑 为什么 因为昨天大盘一涨融资跳进来 大盘跌融资还是跳进来 哪也安那呢 那空单会回补吗 哪些股票面临断头了 融资减肥后真能反弹吗 大跌可以减吗 请问展哥 海基电长短线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好多买在千元以上的学长们 你放着就好吗 可是什么时候回得来呢 而逆四抗跌股能够成为救世主吗 讲的是机器人 好 机器人照亮红灯 有人涨停 有钱如果你手边有闲钱 可不可以买一些机器人呢 怎么买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真的是血泪的一天吗 大盘今天是收盘跌了一千点 今天这大盘的加权指数跌幅4.43% 跌了一千点 收在两万一千六百三十八点 成交量是五千一百七十一元 有放量 今天护国神山群全部都倒了 海基电收最低903 天哪 903 鸿海跌得近8% 联发科跌7% 广达跌8% 台大店跌8% 昨天法说会讲得很好 台大店照跌不误 今天是恐慌性非常不理性的沙盘吗 在不理性过后能够迎来反弹吗 大家想知道 好 大盘这个礼拜跌了481点 周线三连黑 今天上市柜的上涨加速不到300加 那我想问老肖老师 我昨天抓礼拜四这个多空的循环 看起来是偏正向 可是美国股市对于这个财报的利空 过度的反应到台北股市 今天又遇到礼拜五 大家乱砍乱砂成一片 今天也砍出量来了 好 今天这根黑黑棒我想问 我们之前定的指纹的关键价 要不要做修正吗 那很快速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认为 整体上这里要自知死地而后生 也就是说 你要面对真实的问题去接受它 找到接下来正确的一个做法 我举个例子 台股今天是一个跳空长黑 好 在昨天我们针对今天的看法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这里有一道支撑 很强的防守点叫21853 然后往上有一道反压 再22795 OK 我们原本预计今天应该来测试 上方的一个反压 22795点 好 可是今天是直接跳空带亮 长黑并且带亮 这不是好 这个在多头的角度这是负面的 这不是正向 那关键在哪里就在昨天晚上的VIX 它往上飙升 它往上飙升的过程里面 你就发现到不对了 哪里不对呢 第一个台股首先是台子期的部分 它的跌幅就比美股来得重 它已经告诉你这里结构不对了 所以接下来就必须针对整个 真正的症结点抓出来 那我们今天针对接下来 你该怎么做好因因的动作 稍待持续帮大家做简介 好 真的要赶快抓心头俩 好 知道你要知道怎么样 大盘看到指纹迹象 股票才有回神的一天 好 美国经济爆雷 雅谷迎来黑色星期五 因为上周申请失业金人数 创一年来最高 那这个是给降息 有一个强心证 可是为什么这么惨呢 主要就是因为很多的科技股 财报表现不尽理想 或不担心 华人勋赶快想办法救命 因为法国之后 辉达可能会遭到美国查反垄断 郭明奇讲 GP200有没有办法量产的挑战 NVL72跟36短期 可能会有蛮大的一个风险 工业富人也说 新产品进度赶快打脸 没有 我们如期推进 但是今天看起来 利空在盘面上面 会被放大来解读跟反应 但所谓的美国股市当中的 苹果财报其实还不差 苹果营收年增4.9% 盘后小涨0.5% 只是英特尔爆雷之后 盘后一度跌20% 今天看起来英特尔的股价 就是会跌20%起跳的幅度 费半可能还是要刹着蛋 那也导致台北股市今天收盘 是不是有点领先先反应 今天晚上美股的状况 甚至台北股市财报 可能会有爆雷吗 而今天收盘跌点 104.10上最大 但以跌幅来牌 是在2020年1月30号的时候 跌了5.7% 当时更恐慌 可是我想问老蕭老师 我就从今天晚上来问了 今晚的费半 尤其是英特尔 看起来蛮不妙的 但苹果不知道 那你觉得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会不会迎来反弹 那台北股市下个礼拜一 又怎么样来做一个解读 我的看法呢 不带过度的期待 就是说你要面对现实 我举例 其实苹果如我们的预期 它是表现比较正向的 可不过你看 比方说英特尔 英特尔爆点 它为什么爆点 它说我要裁员 裁员一声爆点爆点 还没说完呢 Emeral我也撞错 Emeral我也撞错 因为我的成本升高 也就是说 当市场转为弱向空方的时候 任何的蛛丝马迹 都可以带动股市的大跌 包括高通 昨天也往下疯狂似的跳水 所以你要找到真结点 而不是去找里面 少数的多方的因素 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现况 所以我的看法呢 我其实是很期待的 今晚美股最好 要崩盘你知道吗 真的啊 崩盘在这边是变的 错 美股如果今晚是小跌 那下个礼拜台股还要跌 如果今晚美股是崩盘的 那我直接告诉你 台股礼拜一开始准备做大反攻 所以市场一旦在修正就两个 一个叫时间坡 一个叫时间坡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下修 另外一个是空间 空间坡 所以如果空间直接一次就把它走完了 那反倒是这个时间修正就不见了 所以我倒是比较期待今晚美股是暴跌的 因为如果美股在今晚直接就见底了 反倒是未来一周台股会迎来一波比较正式的一个上扬 所以该怎么看 我们今天我只有举一家 其他我就不举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一大早你看各大财经网站 就举讲亚马逊 交通 辉达 那都不是重点 真正讲到重点的就有一家 就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他讲了什么 他跟你说 他实在跟你说重点 他说道琼六五百点 他有跟你说纳斯达克吗 没有 他有跟你说标普吗 没有 因为昨天重错是在科技股 他根本不讲科技股 因为他在跟你讲真话 你不接受真话 那你没有办法改变未来的钱 未来的结构 他告诉你就是这个 他说十年齐公债殖利率 跌破四个百分点 所以 所以什么 道琼暴跌五百点 这就是重点 你说这是重点 对 来 各位请看 昨天是8月1号 十年齐公债殖利率在3.99 你说3.99那很重要 你往下看 上个月 这是8月1号 对 这是7月1号 不过一九月前 一九月前 十年齐公债殖利率是4.48 这不是3.99 是不是自己自动的 联准会9月18号都还不够 他自己是降了两码了 对 他自己自动跳两码了 所以也不要猜了 9月18号就是准备降两码了 他已经在告诉你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股价会先反映 所以你现在要面对现况 我们看 各位请看 这是昨天的稻穷 对吧 暴跌500点 也加跌1.21个百分点 没有错吧 各位你看昨天的台子期 昨天台子期中错了2.35 你说今天跌幅超过4% 跌了超过1000点 那已经没中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告诉你 他已经领先在反映了 OK 所以今天开盘之后 就看一路下跌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就在这里 我举例 各位请看 这个叫A 你不面对问题 你永远无法解决 未来你会遇到的状况 这个叫B 各位你看 左边叫A 右边叫B 这个都写两个字叫升息 对不对 这边写两个字叫降息 请你告诉我 现在是A还是B 这个又振不住 我就没法打了你知道吗 你一样又挑错 我就无能为力了 这绝对是B 对 所以不是说 我们过去在去年年底 涨到台股会一路涨到7月吗 为什么 因为到7月不会降息 所以这里已经9月18号 如果要降息 好来 记住 这个叫降息 降息前股市会跌 降息就反扑 反扑就再跌 再降息再反扑 所以我的看法是 美股最好今晚崩跌 然后降息就一次降三马 降完就结束了 那就可以准备迎来一个强劲的大多方 所以现阶段 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市场 你要找出真正的关键 其他都不重要了 回答没中央 台积电没中央 我又跟你说一次 真的没中央 亚马逊没中央 苹果没中央 Ameron没中央 微软没中央 你说到大家都没中央 你只要看一个 其他就不用看了 叫大七 对 叫Max 我们讲好多天 对 你要找到先行指标 先行指标开始涨 那我直接告诉你 你也不用管它什么利空 美股就绝对涨 台北股市就肯定大涨 所以你就找到一个先行指标 那你自然而然 就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 未来的变化 好 来 各位请看 这是过去六个月六个月 这是大七 这是什么大七 就是说美股呢 把这七家公司 这七间公司 那么的成分 通通去买了这七家公司 成为一个ETF 这样OK吗 这个叫 Max 7 就这七间 你有看这七间的话 这七档 这一档各股的商品价格往上涨 那你不用读 你看完七档股票 台股都收盘了 你就一次看一档 那这一档你只要看对 你自然而然就很轻松 来 我们先抓出来 它到底是先行还是落后 它告诉你它是先行 这里是起点 这里是起点 各位你就直接加入LiteET OK 我们所有在这个节目单元里面的 所有的资料图表 我都会放在我的LiteET里面 你可以去做交叉 比对 做观察 也就是说当它在跌 所有的商品要跟着跌 他来在去 大家就对在去 这里面有谁 这里面就是台积电 加全指数 纳斯达克 回答 OK 所有都不重要 你只要看大七 就蓝色这一个 这里当它往上涨 所有的商品是不是跟着往上涨 它会提前 它是提前建高 它是会比他们早一点建高 当它在跌 大家就跟着跌 所以关键你要把这一档个股 抓出来看 怎么看 各位你加入LiteET 这七档就是微软 Google 脸书 梁马逊 特斯拉 回答 苹果 OK 你来看 从去年 这档个股什么时候涨了 去年 去年的十月份 十月底 十月底从28块开始上涨 涨到这一次 这一次七月份的最高点 到49.96 我就算它50了 从28涨到50 所以全世界 我直接跟你说 全世界包括所有的重量级的投资基金 它的成本绝对所有人都在39 目前在44 他如果打一支跌停板长 举例 他是没有跌停 如果他打一根下来 我告诉你就是要大涨 他来测39 绝对是涨的 所以接下来就做好 等他回落 回落之后 假设他在这里小涨小跌 代表时间也还没到 对 他出现急涨 反倒是整个大多头就会产生 好 这看起来是老师认为 用空间波的修正 让他快速地打到重要的关键价位 有机会反弹的话 美股直稳 台北股市也会直稳 老师的观察是 今天美股股市如果再跌的话 反而修正的差不多 台北股市 有没有先领先修正的味道 整理上我们很快速看一下大盘 就是说接下来如果面对礼拜一 你就要看强弱关键 举例 今天的强弱关键在21947 早盘 他守在947之上 后来这个947不守 接下来就是最后那一道底线 就21853 21853再灌破 这些就要达到20783了 也就是说 对 你就拉到今年2024年以来 台股的起障点了 你从今年的1月份的起障点到24416 这只剩最后一道防守 没有了 这道防守20783 当你守不住21853 接下来就往20783做观察了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说 如果今晚美股可以快速下修 反倒是未来一周 才有机会出现 比较正式多方的一个反扑 我举个例子 各位请看 各位你加入Lite Act 为什么加入Lite Act 这个是8月1号 是昨天8月1号 不管是外资或国内的法人 针对台股所出具的 个股所出具的一些评价 至于它准不准 我觉得不重要 关键在于我们要了解 它是怎么做评估的 我觉得这个才比较对我们有帮助 你加入Lite Act之后 我举例 我们看这里这一堆 这一堆通通是联发科 联发科 联发科 一大堆对不对 联发科的评估报告 有原富 有宏元 有美林 有高盛 有国泰 有群艺 有摩根大通 有中国信托 全部都是联发科 每个人估值都不同 最高的是美林 估1600块 最低的是小摩 小摩估1150块 目前全部在这些价格的下源 这是明年预估的美股盈利 这是25年 这是24年 当你看完之后 你说老肖 这么多我到底听谁的 再讲一遍 你当然是听我的 为什么是听你的 因为我们大家做综合评论 各位请看右侧 看右下角 这里是帮大家统计 23家投资机构 今年2024年 联发科每股盈利 加起61块 OK 你看这边 这边有估63的 估65的 估64的 有估57的 对不对 每个人估的数字都不同 那你听谁的 听老肖的 因为老肖告诉你是 61.56 为什么听我的 因为我们不做预测 我们把所有投资机构 这么多家所出去的平等 我们干嘛做加权平均法 他告诉你 今年预计平均会落在61.56 明年可以赚到7个股本 70.67 目前的本益比在15.8倍 好 既然在15.8倍 我该怎么做 各位您教育时间的关系 好 我们的看法在1023 1023 股价盈余叫本益比 也就是说这个1460 股价盈余叫本益比 叫20.6 这个1023在14.5 联发科长期以来 的平均本益比在17.5 14.5要站在买方 用反转指标的角度 如果周一再跌 联发科会出现 多方非常正向的参考点 好 从本益比的角度做观察 跟这个反转指标做观察 联发科看起来 短线上面有看到 低点浮现的味道了 那包含了这长荣 这个航运股的部分 最近看到鸿海 因为以色列可能 就是会被伊朗给暴富 最近航运股有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短线上面的避风港 甚至是呢 相关苹果供应链 有一些反转指标 最新的更新 老肖老师都整理好了 怎么样来索取呢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 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老师掃这个QR 扣或树类的ID 可以找到我们 老肖老师的Light 老师的资料 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同学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也可以在里面呢 找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 做互动还有分享咯 广告聊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心情 跟股民们的心情 应该都是非常的惊慌 为什么呢 如果不惊慌 怎么股市收盘会跌一千点呢 台股今天又破了前低 今天这个下跌是为什么 一定要有用处的嘛 是不是铁人心 要赶走融资呢 空单会不会回补呢 如果真的赶走融资了嘛 有办法雨过天晴吗 我们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锁定 五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 是跌了一千零四点 怎么会这么样子 这么恐慌呢 美国有降息力多 可是不敌衰退的担忧 其实这就是一个 天平的两边 上周初领事业金人数 近一年新高 那美国企业制造业PM 连四个月萎缩 这是对降息有利的 但是又让人们不远担心 会不会经济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好呢 那昨天美股的科技股 全速的沙沙沙 费半在波段以来 高点跌了18% 跌破半年线 纳指也跌破 跌了8%跌破季线 所以这科技股是 流血最为惨重的一个区块 那台股今天破前低 外资空单居高不下 昨天史上的第二高水位 41,342口 昨天台北股是反攻 外资是反而加空的 那今天有没有机会 等到外资回补空单呢 尤其是融资 这两天 不管是大盘跌或什么 融资都跳进来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今天的下沙 是铁而心要杀融资吗 我想问展哥 今天这个大跌1000点的幅度 你认为有没有一点过度反应 有在你的预期之中吗 这待会我们会讲一下大盘 因为第一个当然 最近期我们都一直在分享融资 对 看起来融资还是有些大股票 还是可能也差不多 要收工了 跟鸿海还有增融资 对 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近期还有什么 包含日央的升息 其实有同学都在问我 我会去查一些资料 过去几年 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能最有印象的 可能2008年 那时候开始全球在降息 结果谁在 汇率在升值 就是日本 因为日本低利率 所以大家降的时候 它相对就降不下去 所以资金往这边流 OK 那这个地方 日本回到正轨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 过去你看08年以来 这样是多少 快20年 20年都有很多人在做什么 carry trade或者是套利 这样的做法 那这些金额到底多大 说实在话 市场现在也没有数字 没办法估计它的规模 所以你说外资的撤退 会不会跟这个也有一些影响 这个我觉得要观察 这是一个点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操作上面 第一个 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们先安慰大家 今天你的股票如果跌5%以内 我觉得还是算 还算不错了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 我们待会讲大盘的时候 如果下礼拜 是不是该我们再做一些 在水位再降低 所以目前这持股水位 本来就要降了 现在是不是要再降呢 对 因为原本我们是说 5到7成 其实我会考虑可能降到 3到5成 所以有些股票可能 你居然赔钱也不得不砍 我有可能会这样考虑 但是也是周末 我们会再研究一下 OK 没问题 那当然近期 还有另外一个 跟筹码面有关的 就是那个不限用途的 那个 那叫什么 借贷 不限用途借贷 对 OK 这个地方 特别去问一下 券商的朋友 第一个 如果你拿现金100万出来 你去买广达买了100万 然后你再拿广达去押 对 然后你可以借6成 这就跟融资一样 对 对不对 所以意思是说 你100万变成160万了 对 那你如果60万现金再拿出来 再去押 押技嘉好了 对不对 然后你技嘉买了60万 其实你技嘉又可以再借6成 对 又变36万 最近很多人这样吗 好像 有 好像有 但是如果真的要我来 如果我要开杠杆的话 我会怎么开 这个100嘛 我去买广达 然后这个60 60这个再拿去融资 再乘以2.5倍 对 这样就会变130万嘛 所以就不用这一段了啦 但是OK 即便你就这样做 其实就是100变200 196啦 如果这样做的话 100变230嘛 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一下 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融资呢 因为第一个 来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好了 好 2330 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聊到那个说 那个不先用途借贷嘛 我们是说这一天有同学在问我 你看就是准到这种程度 对 所以其实这就是散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认为 当然你说这个金额有多大 这个规模有多大 因为我们在数字上看到的是融资 跟它无关喔 但是你说这些人到底 大概买在哪里 对 我看应该跟融资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融资可能 真的要断头的时候 可能这些人也会跟着断头 那OK 第一个 当然很多人说现股买啦 现股买你真的可以买了就忘了他嘛 真的真的 对 但是你融资买你是忘不掉他的 你会被追杀 你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啦 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卖亚 我觉得可能会有 但是这个地方会怎么样 其实那个刚好前几个礼拜 有同学在问我话说 我们的分析比较客观嘛 没有其他人闻眼耸听这样 我说回答什么 我说恐惧跟贪婪 都是很好的行销方法 但是客观不是 但是重点意思是什么 恐惧跟贪婪会促使人类行动 所以当这个在杀的时候 散户才会动作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才会怕 对 才会怕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再来细看 好 我们先从大盘来 之前我们是说21750 到21500 今天杀盘已经杀到中间了 这个地方要注意 能不能够做一个指吻 我们先看一下大的那个 来 再缩小 OK 来 如果既然缩到这么小 我们就讲一下这一段 好 其实去年最难做的那一段是哪一段 我个人认为是八月这一段 八月这个我记得第一天上节目 我说我差不多持股就降到五成以下了 然后就一样缓跌 其实缓跌的这三个月 你会发觉做什么都很容易错 所以其实最恐怖的不是忽然杀 最恐怖的是什么 温水煮青蛙 你一天跌一点 跌个2% 隔天反弹1% 跌个3% 隔天反弹2% 你觉得没什么 就说 没事 等一下 等一下 一等30%了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亏钱亏最多是这种状况 现在击杀你反而搞不好砍得很快 你搞不好损失还有限 说不定谈点也很快 你还再找机会 OK 那这个细节有点多 我们留到那个我们自己的频道 所以小老鼠WU5868 对 记得可以加一下 我们把一些点位的计算 我们今天那个直播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OK 但是这个地方需不需要这么的恐慌 我们先用几个角度 这里下来你说融资 融券 融券确实还是机率空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跌下来的过程 其实外资昨天的现货是开始转买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好像 在法人跟散户的筹码这边 其实可能有一点慢慢会转换 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再从个股来看 然后再来贵买的部分 这边刚好点到 这边又暂回 所以其实你会发觉 不管是贵买还是家全 这一段时间 其实季线真的就失效了 根本就没有很明显 战上会怎么样 跌破会怎么样 OK 那这个地方当然回头 我觉得贵买这里还是比较大的支撑 因为过去这一段是 比较大的整理区 相对于大盘而言 因为大盘即便回到21500这边附近 那个整理区也是相对小 所以过去确实是圈资股比较强 然后但是这一段回来 你就会觉得圈资股可能 就是要休息一下 那这边一样 你看融资在低档 又有融资又有融券 所以散户又做多又做空 但是昨天怎么样 外资其实也是站在买方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筹码的换手 我觉得这要观察 那当然个股的状况 就可能不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是从大盘的角度 OK 那这几天我们常拿这个创意 来当做一个指标 创意这边这一天的时候 它的维持率来多少 131.39对 OK 快断头了 所以130就断头嘛 隔天送你一根10%嘛 这就稳断头嘛 对不对 所以跌破130 我们把时间点抓出来 你跌破130的时候 两日内你要补钱 当然我们讲细节啦 我们不讲细节啦 因为细节比较多 两日内你要补嘛 所以这边跌破了 你这两天你要补 如果你不补的话 第三天券商会帮你看 对 所以卖压可能这边跌破 这两天你要补 然后这边可能券商就会帮忙砍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你看喔 这个地方其实是会有一个时间差 因为你这两天你还可以思考 要不要补嘛 对 要不要补 你可能再补一些钱 所以我们的经验是什么 散户通常会补个一两趟 当融资维持率往上拉 对 然后补个一两趟 最后就绝望了 然后就开始砍 对 或者是算了就放弃了 所以它可能会撑个两天 对 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像这里跌下来会反弹嘛 反弹你可能就 好像又安全了 然后下一次又危险 对 因为你跌破130这个事情 你是第二次你就不能解除了 你要补到166 所以这地方要注意 所以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真的融资的卖压 断头的卖压 可能会落在下礼拜 这是一个重点 好 那这一些的重点 所以说下礼拜可能 大家也不能那么快的迎来反弹 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不过通常遇到这种状况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多头的回档 我们刚刚讲去年的八月 是空头的莫跌段缓跌段 其实我觉得去年的状况比较可怕 那这种状况会发生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常看到 那个营业还很热闹的状况 每个margin call 其实说真的间跌一千点 对不对 你如果是做一口期货的话 两百一口就二十万 你想说做小一点做个小台 一口也帮你赔个五万 所以你说今天要进来 接到margin call 几率也很高 所以这个时间点 大家就想说可能 是不是最混乱的时候 反而就是间低点 OK 那这个地方当然补充一下 这一段跌下来的过程 我们会发觉什么 在低档的位阶 其实量能都一直没有出来 对 所以有一个重点 我们说真的恐怖的东西叫什么 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3105好了 去年 3105的稳貌 来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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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小去年 增加量 再小 再小一点 再小 OK 这里 这个位置 好 这个是去年 十月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什么 开法说会说 我的那个营业利率剩下负5% 然后结果低档报大量 结果这里有赢来反弹 所以你会发觉 近期的台股是低档都没有量 反而是量缩 那代表什么 散户也没有在砍 对 也没有人想要买 也没有人接 对 所以这种状况 本来间低点的几率就没这么高 但是今天稍微一砍 好像稍微有点量 稍微有点量 但是并不算太多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还是一个反复彻底的格局 来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发觉很多的族群 像这一个 其实也是闷很久了嘛 前面这里忽然来一个死猫跳 就这里又下来 现在我持率多少 现在是140 所以140距离断头 你只要送你一根7.2% 但是140是昨天的 所以今天跌下来 今天可能更低 就更低了 因为今天又跌了3%多了嘛 然后再来华晨 是多少 134.71 所以今天只要跌3%多 其实就断头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今天已经跌3%了嘛 华晨今天跌多少 看一下 跌3%多 就是3.5嘛 刚好断头 但是可能临界点 可能下礼拜一 就会是 大家要思考的卖压 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一下 那这些人散了之后 说不定反而 就赢了一番贪 然后再来 其实有一些的个股 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 其实真的也是 维持率很低 像这个 省准来到133 其实你看融资有没有一直砍 有 所以融资是一直认错 但是一直亏 所以这种跌法 我说真的就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就慢慢跌慢慢跌 180跌到175 你觉得没什么 就变170 就变165 就这样默默的下来 你就一回头看就差很多 但是你看 在跌的过程反而什么 外资其实默默在收筹码 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就是 比较有趣的 可能下一波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真的你的筹码在 跌的过程慢慢在换手的 像这些个股 那还要哪一些 像中华也是有点类似 中华这边什么 其实融资这边还在增 但是你看维持率是怎么样 134 说真的也就是快要断头了 但是你在下来的过程怎么样 外资其实也默默在减 甚至投信还减到高档 对不对 但是当然投信这边有认输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也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K线 好 2204 来 这边你看 下沙爆大量 昨天这一根有下沙取量 确实是大量 但是这一根大量有没有止跌 没有 今天还是继续跌 那这个地方就提醒大家注意 说长这样就是要下沙取量 没有错啊 但是如果我们换算的话 我记得我算了一下 好像是3%多的换手率 所以换手率并不算太高 而且这个重要的价位 其实没有守住 这种你就不能判断说 它叫下沙取量 对 因为可能没有人去接啦 对 因为下沙取量是见低点嘛 来 9921好了 9921 好 这档是巨大 来 缩小 缩小 再小一点 好 再小 它有一个大量是哪里 这边 这边 好像是这边 2024 这里好像是什么 对 那个 岩票 岩票事件嘛 然后这边下来 好像有指纹 但是后来又破 那破完这个重要教育 站回来才会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重要大量的位置 稍微注意一下 OK 那一样 我们回到这个 好 其实现在的格局 今天台积电收盘收到903了嘛 那时候我们说950嘛 900嘛 850嘛 结果来看一下台积电 我们还想说850不太可能 还真的来了啦 我们那时候是7月29号这一天嘛 是 是 是 我们那天讲完 确实950是买得到的 然后上去 有同学问我说要不要出 我说说真的 这种状况就是低买高买 确实是可以出 然后那时候都想说 很多人都说900会到吗 对啊 我也不一样 结果今天903了 人家同学就问我说 老师850会到吗 现在不敢讲 不敢讲 OK 但是你看 我们的策略原本就是设定 950 900跟850嘛 对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符合 我们当初的设定 所以不用过度的紧张啦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因为多头的格局的拉回 跟那个空头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概念 但是当然我们不预设立场 最后我们先不要讲个股啦 我们就跟大家讲 一个状况是散户最常犯的错 就是你觉得基本面很好 所以你要等它起来 但是对我的角度会觉得说 真的你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是股东我也赚不到钱啦 但是你股价破底了我会亏钱啦 对 所以你要思考的是 我们看到价格要做什么反应 所以虽然我现在还是看多 但是如果真的下礼拜再砍 那我可能也会再继续这样损位 这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的确跟随市场的这个变化 你的这个投资策略一定要有所改善 不是说好公司一直看它好 但是股价如果说真的跌破了关键价位 或是破线的话 真的要忍痛来处理了 那今天展哥也会在他的light里面 做直播的教学 那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是展哥本轮上节目最后一天啦 那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展哥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也可以输入line的ID 可以找到我们展哥的light 那记得直播啊 或是你持股的一些疑问 都可以跟老师来请教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分享咯 真是大家的痛啊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现在到底长线短线怎么操作呢 不少人是买在千元以上 甚至千元以下 越跌越买的 要一直放着吗 但是什么时候回得来呢 我们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这台湾的股民们都是经历了震撼教育的一天 指数收盘跌了一千点 那尽管苹果的财报算不错盘后有跌转涨 可是能够救救美股跟台股的信心吗 因为库克讲AI吹动新iPhone对大陆有信心 那今天为什么美股杀这么重台股杀这么重呢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拆解 今天这个全职双网台积红海都跌 那过去五天的零股成交量 我们平均一下 台积电这个礼拜 零股成交量每天大概是570多万股 红海是657多万股 但今天都不一样 都爆出了量 尤其是台积电 今天的零股成交量是1158万股 那红海是差不多620万股左右 那为什么大家对台积电这么看好呢 因为神山的基本面真的非常的不错 可是股价现在突然跌成这个样子 也是要做进一步的处理 另外一档是我们F5台达电 台达电法说好多的消息 都是非常正向的 有GP200的订单在手 水冷散热大油斩获 董作正平就是我们之前 董事长的儿子 法说会的处女秀 AI能见度他也非常的喊赞 他也是GP200电源的最大供应商 法人看好都看好500块钱 但今天股价也受累 台达电也跌了8% 应该说法说会不管是好或坏 今天是无差别的大跌 尤其是大型全资股 这跌幅之中也是小股民们 这几个未来非常难以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老师我想问 海基电法说好多于坏 外资也上修目标价 但是好股真的是遭到错杀了吗 那如果说很多手握台间的股民们 买在千元附近的人 现在到底该怎么样来做下一步的处理 好的我想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你买台积电也好 你买鸿海也好 包括你买台达电也好 你的投资心态 你是短线操作者 还是说存股足的心态 我看好它长期持有 那么今天这个跌104点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断融资 因为融资减肥幅度是不够的 如果大家看各大媒体都有在告诉各位 融资还很勇敢 融资减幅还是不够的 那行情往往都是什么 在融资断头平常后就会大涨 这是历年不败的一个历史经验法则 可是现在重点就来了 在这个恐慌性的卖压之下 一定会有好股票被磋杀 记得我昨天告诉各位说 什么股票你要利用反弹卖 就是季线已经走平下弯了 你一定要卖 不管大盘涨跌 任何反弹你少赔就是赚 我的观念是这样 你是少赔就是赚 因为你不出会赔更惨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叫3661的四星K弯 3661少赔就是赚 我们稍微浓缩 好 停 请问你这样一眼看过去 季线是不是走平下弯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 4月份 你知道4月份到7月份 大盘涨5125点 对 他呢 跌跌跌 多跌1000块 是不是 大盘涨5000点他也跌 他也跌 好 反观我们来看 2330台积电 2330 来 4月份他在这里 你看他是这样长 4月19号最大量 他是不是季线是上扬的 他也是涨回来 涨回来 你说老师他跌破季线 不用怕 为什么不用怕 因为他季线还是上扬的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在葛兰币八大法则 如果季线是上扬 纵使他跌破季线 你还是要站在买房 或许你不相信 好 我们看来 2317的红海 好 红海 我们一档一档看 这次季线上扬 他季线都一直是上扬的 对不对 所以好 我们再看 2308的台达电 我们看大支股票来 请问他季线开始往上扬的时候 纵使跌破季线 来到季线 他都是上扬的 还不够 我们再看国具 2327国具 你看他这个季线 是不是都是往上走的 好 我们看我们讲的 机器人概念古 1536的核大 好 1536核大 你会发觉到 来 季线 开始向上扬 他开始向上扬 所以你看 为什么7月份大盘跌2700点 他上去下来还是往上走 指标还是往上 虽然他今天也是被拖累也小跌 可是你却发觉到 他还是涨的 他这一个礼拜他还是涨的 好 原因就在我们讲过 机器低 机器低很重要 那还有所谓的低本益比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 低机器低本益比 低股进比 这是我选股的三大要素 否则各位来看 我们回到1519的华城 1519的华城 华城最高到1030 他已经走平下弯了 对 如果老师他再往下弯的话 他已经走平下弯了 任何反弹你都要卖 他才刚开始而已 就是少赔就是赚 所以重点就来了 你说在7月中的时候 台积电跟华城都在1000块 虽然台积电也跌 今天跌到903 他跌了100块了 就是以7月中我们来看的价格 但是他跌掉了快400块 为什么 他本益比更高 所以我说低机器他是高机器 低本益比他是高本益比 台积电跟大盘一样 因为台积电代表的是大盘的本益比 大概24倍上下 可是他是100倍 当时他在1000块的时候是100倍 现在跌下来还有60倍 所以高机器 高本益比 如果大盘再跌 他就跌比人家惨 如果就加上季线是下弯 那就更惨 不信你来看3231的伪创 伪创3231 这个季线下弯之后 你看任何反弹你不卖下来 反弹不卖反弹 纵使他过季线你还是要卖 因为他是下弯的 反观如果季线是上扬的 纵使跌破季线你是要站在买方 好 我们回到大盘来 好 大盘 你现在看到大盘 请问季线还是上扬对不对 今天跌到的地方是干嘛 这个6月6号的缺口 它来补 还没有封闭 因为这个缺口的低点是21510 高点是21970 今天来到21636 好 一样这个缺口出现之后 我们看台积电也出现这个缺口 6月6号同一天 它也出现缺口 这个缺口是857 885 对 请问有来吗 没有 那是不是台积电比大盘强 是 对 它没有来 红海也没有来 6月6号的低点红海也没有破 台达电也没有破 所以基本上今天会这样恐慌性沙盘 一定有一些融资自断手脚 肯定的 我想今天融资应该是减的 因为大家害怕 一定会恐慌沙盘 好 同样的道理各位 今天我为什么把冲钛拿进来 记得我在下通告之前7月中 我也就有告诉各位冲钛 在机器人概念股里面高价的 它获利因为它公布了半年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发觉到 很多机器人概念股很活络 但是你看它基本面你会发觉 好像本应比很高 对不对 比如说像索罗门 它第一季赚0.21 罗森也是赚0.0几 包括各位现在看到什么高峰 这些你觉得赚一点点 可是它公布了半年报赚3.08 它跟索罗门来比 请问你要选哪一个 两个都160 两个都160 一个我赚3块多 然后我机器是低的 你机器是高的 你第一季才赚0.21 好 让你上半年赚 好 让你赚1块好不好 假设让你第二季赚很多 你赚1块我赚3块 我们两个股价同登同分 你高级期我低级期 当然要选充态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拿充态 跟索罗门来比 就是说你索罗门160块的 你可以换充态160块 你也可以换什么 换两张的核大 换两张的核大 核大获利也比你好 你一张卖掉还可以赚两张 对不对 今天索罗门也是很强 你也可以把索罗门卖掉 换值得 值得 也有找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得很清楚说 它就是季线才刚开始上扬 往上走 这种拉回来就是找买点 拉回来找买点 而且在大盘恐慌断融资的时候 这些股票会遭到错杀 你刚好可以理解 反观如果是季线下弯的 你要利用反而是赶快跑 扫赔就是换股 就是比如说你有索罗门 我昨天就提到了 来到月线附近就跑一下 广盘卖 今天就来了 今天就来到月线 早盘不是很强吗 你就赶快卖 卖掉钱 你就换冲泰也可以 换核大也可以 换值得也可以 同学们赶快加入这个LINE AT 或者是直接来搜寻我们的小老鼠 ED12888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 包括我们没有上通告 你也可以很清楚 都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大盘的解析 各股的解析 好的确今天大盘当中 比较强势族群是机器人概念股 8月份有自动化大展 华人巡会来到台湾 在大盘震荡过程里面 机器人概念股跳出来表态 但是也要从不同位阶 跟不同的获利能力来做观察 不是说随便看到墙就卖 是的 包含台积电鸿海 刚才老师 我们邓老师都有给大家 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 季线还向上没有下外 所以碰到机线反而是非常好的卖点 老师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快速从K线来做观察 虽然我早上在印图的时候 是还没有跌破 7月26号的低点 后来跌破了 今天收903 我自卡上来告诉各位 其实这个地方你都可以买 因为这里有个缺口 就是我讲的6月6号的缺口 大盘来补缺口的三分之二处了 可是它连碰都没碰到 这个地方是885 跟857 所以你买在900出头 我觉得很安全 但是还是要告诉各位 不要用融资买 你现在买台积电 绝对不是要做当冲隔日冲 你可能要摆它三个月半年都没关系 它一定会重回千元 但是要时间 但是这个地方是属于长线的买点 就不用担心 而且指标在低档 下个礼拜随时一个交叉往上 它就背离 背离交叉往上 鸿海你看6月6号其实都还在这边 它也是利手的 虽然今天收186也OK 其实风险很低 风险很低 长线持有是没有问题的 那海达电你看它季线是上扬 所以你发觉它7月26号低点是利手 包括7月30号的低点 它还是守得稳稳的 这个就是季线上扬的威力 那顺打也是季线上扬 对 所以你发觉它很奇怪 它回来它就来碰十字线 今天就来碰十字线 那我昨天说为什么它可以买 本益比过低吧 所以你要找低基齐的低本益比的 如果有低古径比的也OK 那这是国具 你看季线是上扬 所以回到十字线低阶没问题 再来就是凯美 凯美 凯美是低股径比 有没有 打底你就发觉 法人昨天8月份也是站在买邦 那你买这种股票你就不会害怕 真的是不会害怕 因为虽然大盘跌它也跌 可是它跌很少 因为它股价离近值还有三成左右 那你看所罗门 这边季线是22月线 已经走平下压了 所以今天早上印图还没来 后来来到160几 是不是来到161上下 刚好碰到月线给你跑 我早上印图之后到157 所以跟我们看一下所罗门 好 2359 今天高点是不是来到163点 是个超过月线 月线附近让你卖 你就卖就对了 卖就对了 今天大盘这么惨害让你卖 对 可是你看 你把所罗门换到冲台不是很好吗 我已经赚3块了 我基息低 法人还是02 所以你发现它今天是逆势的 除了冲台 再来是我们讲的 河大 你发觉它很厉害 5日线还是历手的 不用冲击 5日线还是历手的 为什么 我们昨天是不是给各位看 不管是河大还是直的 月线7月份是底部最大量 底部最大量是不是告诉我 8月份会涨 虽然8月份今天大跌